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中國的5月35號 也是台灣的6月4號 更是天安門紀念日邁向第35週年 在中國啊 即便你今天站在支持中共 支持解放軍的歷史啊 一樣,在快手、抖音、微博上是 不能支持黨的聲音的存在 也就是他不讓你討論 他不讓你支持黨 那問題就來了 既然中共認為這些人都是暴徒 他是對的 為什麼連討論都不能討論呢? 在正常的國家來說 我們頒給軍人或是警察 榮譽勳章 是什麼呢? 他對這個國家有巨大的貢獻 他可能保家衛 抵禦外敵 但是在八九那一年啊 中共頒發了都市守衛的徽章 給這些武警、解放軍 而現如今這些軍人啊 卻不能公開的 把這個首都勳章拿出來展示 因為你拿出來展示 別人就會好奇啊 當年你這個勳章哪來了? 幹了什麼事? 那人民就會去懷疑自我 到底是不是真相如共產黨 所說的那樣呢? 所以他連討論 連支持黨的聲音 都不給你去想 你最好是連這件事情 都不要知道 昨天啊 在香港 銅鑼灣的街頭 有一位行動藝術家 只是在街頭上畫了一個 535跟64 不到10分鐘 來了20多位香港警察 把他壓上車帶走 這顯示了中共 對自己是多麼的不自信 以前的香港 每年悼念64的人數 是非常之眾多的 如今到現在 你只要連筆一個手勢 直接被抓走 我們今天也準備了幾個題目 等一下就要去會場 採訪一些民眾 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是架槓的台灣人 台灣人跟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不同的國家 你89啊 是不是覺得你是中國人 你才要支持8964 這個題目啊 我等一下也會幫大家 帶去現場採訪 今天如果有歐美的人 有中國人 想要跟台灣人一起紀念228的話 我會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會感覺到非常的溫暖 相對的來說 如果中國人知道 世界的各地 也有不同國家的人 不同民族的人 來支持他們 我相信他們也會被趕暖心 我們現在就去街訪吧 剛剛來到會場 就遇到三位 跟我說 一個小粉紅的 武統台灣 武統台灣的貼文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去看 裡面到底有什麼神秘的東西 That's right 好 剛剛有三位小夥伴 帶你們來到中正紀念館 裡面的這個蓮蓉牆 這裡啊 蓮蓉牆的意思 大家應該也明白 就可以把自己的心願啊 訴求啊 寫在這個牆壁上面 但是 好玩的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一些 小粉紅啊 來台灣的可能中國留學生啊 或是中國陸佩啊 或者是 中國遊客從第三地 簽證過來的 在上面寫什麼 武統台灣啊 祖國回歸啊 統一台灣啊 台獨必死啊 收復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好多好多 還有什麼支持毛澤東啊 習主席萬歲啊 但是 不免的 更多的是支持台灣的也好 支持香港了 或是支持曾經中國人想要支持的這個民主自由的言論都好 然後有英文啊 日文啊 還有這個 韓文的 其實都有非常的多 所以啊 帶大家看完這個小插曲之後啊 馬上 回去街訪給大家吧 想請問一下 你今年幾歲來自哪裡 我今年65歲 剛剛由香港過來半年 然後你有過來跟我打招呼 然後你說你有被國安法錄一過 對啊 可以分享一下嗎 那有街頭的很多的衝突 那後來他抓了很多人 那我就去探望 探看看他們啊 令他們有什麼困難 就幫他們協助啊 找一些的機構啊 幫他們 然後我幫他們搞一些東西 他們就認為我是圍照文書 然後抓了我文件 然後還告我洗黑錢 那我說因為這幾年的物資啊 什麼東西 我洗黑錢 俘惑是分裂國家 所以你是有被真的判刑嗎 判刑呢 做了啊 做了9個月 你不能在外面拿蠟燭啦 一個人都不行啊 不是一堆啊 是一個人都不行 也不能拿花 你拿著花都不行 遺憾 我們當時就跟台灣 有一些人一樣想法的 因為香港一個很... 一個很繁榮興盛的地方 他不應該會放棄 像其實我看到香港的藝人 就是對於89年那個立場 前後反反覆覆 就是最近我看台灣也蠻多人 10年前10年後反反覆覆 那不知道你有什麼話 想要對台灣人說嗎 或是對中國人說也可以 我認為是那些小粉紅太玻璃心了 如果說一個藝人 他真的這麼崇拜中國 放棄台灣嗎 放棄台灣護照嗎 放棄綠色的護照 去換一個紅色的護照 那我就證明他是真正的中國人啦 不要框框講啊 我認為這是沒有意思的嘛 就是問題是那些小粉紅喜歡聽嘛 但是那不是真的嗎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什麼都有可能 當權者 他不會平白無故的給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爭取反抗 他才會無可奈何的給你 台灣的人 尤其是這次的公民啊 只要你擁有台灣的護照 擁有台灣的護照 我認為你要愛這片土地 這片土地很小很小很小的 那如果你愛他 這個地方才會茁壯 那麼你在這邊生活 你才會有將來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想請問一下你今年幾歲 然後你是在幾歲的時候 跟什麼情況之下得知8964事件的 哥哥 我今年20歲 我知道中共的暴政 原因是在國中的時候開始上到 有關於中國那邊的歷史啊 那時候我才得知到 中國共產黨是有多 是多麼惡劣 很恐怖的一個政府 中國最有機會邁向民主化的 這場8964 他失敗了 你覺得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主要還是鄧小平 因為他掌握了軍隊嘛 因為中共的 他們就是槍桿著出政群嘛 不顧人性嘛 那你認為台灣人為什麼要關心 中國發生的8964 是中共跟我們台灣有關 因為他想要統一我 共產黨就是敵人 而且我有體力強烈 這些清醒的中國人聽著 現在放棄就結束了 好 謝謝 我今年25歲 得知8964的活動的時間點是 國二嗎 上歷史課的時候 不過我姐錦憲 知道說就是四台坦克 然後前面一個人就這樣而已 還有就是知道他們要紀念胡耀幫 沒有 那你對於現在8964有什麼印象上的改觀嗎 因為我其實來之前有看BBC的那個紀錄片 然後我覺得那些說出my duty的學生很讓人感動 明明跟我們一樣去爭取青鳥活動 明明是在這場不過的行為 卻要被坦克跟槍枝屠殺很可憐 這就是中共的尿性啊 中共無恥是第一天的事嗎 的感覺 但是與此同時又覺得像明先生啊 劉大勝啊 陶哥啊 這些清醒的中國人啊 他們其實真的很可憐 他們明明就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真相 他們明明就只是 腦袋清醒的中國人而已 還要被政府這樣一直騙 而且重點是你不相信 人家還要打到你相信 我是范奇匪的粉絲 所以我知道其實即使今天是烏克蘭與俄羅斯 仍然要談 降低說對對方誤判的風險 可是重點是 老實說中共的話語你真的只能聽一半 很多時候真的不能相信 只能站在他的利益去想說 他會怎麼做 因為中共連對香港 他們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說 啊這就只是歷史文件啊 那又不算數 中共的話可信嗎 不好意思 我不相信 中共現在說什麼話語 我不但不會相信 而且我還會抵制到 所以我也跟著不相信藍白 不好意思 是 你身為台灣人 為什麼台灣人要去紀念 中國他國發生的這場 八九六四運動呢 我們大家都是地球車的公民 都要關心地球的各種事情啊 如果今天我們認為 是在地球的別人的國家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不去關注的話 那請問今天我們發生的事情 誰來救我們 誰來關注我們 雖然中共政府很可惡 但是我們都應該為中國那些犧牲的百姓哀悼 那些被犧牲的那些大學生們 其實就跟我們這些去青島東路的青鳥一樣 就只是為了爭取再正常不過的東西而已 謝謝 我今年十九 我從國中的時候 當初應該是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梗圖的東西 然後看到有人在開八九六四的玩笑 所以開始上網查 是 那你覺得 為什麼 哈囉 那為什麼你覺得身為台灣人 應該要支持中國的這場 八九六四運動 或是要去紀念這場活動呢 我覺得要紀念的話 是有這個必要性 畢竟我們跟中共離這麼近 就在隔一個海峽就到了 我們要理解 他們過去是怎麼對抗議的人民 像前陣子我們有去青島活動 我們在現場是很安全的 可是如果這個活動在中共這個政體底下發生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成為下一個天安門的受害者 我認為暴力在於對抗政權的時候 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但是什麼樣的鎮壓是合理並且合情的 我認為用坦克車去壓學生並不是一個合理合情的選擇 OK好謝謝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 紀念1989年6月4號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這一個事情啊 距離現在已經35週年了 35年前的今天 成千上萬的中國人 站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 上海等各城市也是遍體開花 為改革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經濟自由化 民主 法治等發生 然而這場抗議活動 最後以血腥鎮壓告終 成為了一段讓人家心痛的歷史記憶 我們在此 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那些在事件中犧牲生命的人 更是為了記起這場歷史 以及這個政權帶來給我們的傷痛 天安門事件的失敗 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傷痛 也是全人類對自由 民主 人權 追求的見證失敗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我們要向那些勇敢發聲 捍衛信仰的人 自己最崇高的敬意 他們的勇氣和犧牲 讓我們看見了 無論面對多巨大的壓力與恐懼 人類對自由和正義的追求 從未停止過 今天 站在台北的自由廣場上 更有強烈的對比感 1990年代 台灣發生了野百合抗議運動 成千上百名學生在自由廣場抗議 提出了廢除國打 廢除動員勘亂等臨時條款訴求 時任中華民國總統 李登輝 做出了與學生和平談判的舉動 隔年就廢除了動員勘亂臨時條款 並且解除了萬年國會的運作 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而中共卻在天安門事件中 為了自己的特權 為了自己的永久執政 做出了與普世價值被盜而死的決定 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我們的觀點與感受 這是無數先輩的努力和犧牲換來的 我們應該背加珍惜 我們也有責任與義務 將這段歷史告訴下一代 讓他們知道 曾經有人為了他們今天的自由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要好好保衛台灣 如果今天中共統治了台灣 那想想 當時我們的野百合運動 也將成為台灣版的天安門事件 當然 對於中共的謊言 不單單只是明面上的威脅恐嚇 現在做的一切融合與妥協 都是為了壯大之後消滅你 最好的結果就是 你不再關心中共幹出了什麼破事 你不再認為中共是個威脅 你小看了中共 中共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國家 歐美台灣的民主都是亂象 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 國民黨擁有軍隊人數優勢 與武器優勢 資金優勢 但長期被中共用各種心理戰 滲透 收買 導致 分崩離析 敗亡台灣 國民黨把國共內戰的工業 帶來台灣 而現如今的國民黨 已經不再反共了 而我們台灣人又不得不反共 因為我們退無可退 如果有一天 我們台灣人需要到歐美日韓 才能紀念我們自己台灣人的活動 或紀念日是多麼悲哀的事情 不論身在何地 不論國籍 繼續關注和支持全世界範圍內的 民主運動和人權事務 讓我們共同努力 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 讓每一個生命 都能在自由和尊嚴中活著 希望有一天 中國人民也可以像台灣人民一樣 在自己的國家 在自己的土地上 紀念自己國家犯過的錯誤 紀念自己國家 為了民主犧牲奉獻的那些人 抵迷 好久不見